乡村音乐歌手乔·麦克唐纳德 在观众面前演唱了他著名的反战歌曲 台下的观众中包括许多越战老兵以及反战人士 这首歌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没有责备参战的士兵 我一直在说责备参战士兵就像责备救火的消防队员一样 老兵们对越战是否师出有名以及是否有胜算有着不同的看法 但他们都觉得那场战争极大的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很难想象我们输是因为我们只是不想赢 我现在仍然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想赢 这种情绪在曾经的南越士兵中更为强烈 前南越军队上尉麦克尔杜就是其中之一 尼克松总统承诺如果共产党军队再打过来 他会用一切方式帮助我们 无论如何都会帮助我们 但作家罗伯特申坎说 美国人当时已对这场战争感到厌倦 政府的文件显示决策者们已经知道这场战争赢不了 目前有大量的历史记录都有记载 鉴于当时的环境 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 获得军事胜利的想法是不可能的 当时美国政策的总设计师是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很多批评人士认为 基辛格因建议尼克松总统 轰炸越南中立的邻国柬埔寨 而犯有战争罪行 基辛格表示 北约有四个师被派往柬埔寨 实施轰炸行动正当合理 在尼克松就任总统的第三个星期 他们开始了进攻 每周都有多达500名美国军人阵亡 越南战争峰会在林登约翰逊总统图书馆举办 约翰逊总统使美国对越南战争的介入升级 约翰逊总统的女儿露西·贝恩斯·约翰逊表示 现在是治愈伤口互相理解的时候了 或许我们所有人 所有人都是真的凭着我们内心的信念 尽力为我们的国家做正确的事情 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 奥巴马总统此次访问越南 也象征着双方正在治愈越战给彼此带来的创伤 克里曾试位越战老兵 之后反对越战 他表示美越关系是曾经的敌对国家 如何重新携手的模范 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